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坎 中美关系紧张 一定会带动西方与中国关系出问题 而一旦西方与中国出麻烦 法国同中国的联合就会更加突出出来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1964年 法国在西方大国里 率先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那之后 法国始终走在西方国家同中国关系的前列 2023年4月 马克龙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马克龙在结束访问时 用法中英三种语言在推特上写出 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 法中友谊万岁 轰动一时 法国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有着很多根本性的战略原因 应当说 他与中国走近是不由自主的 在美国恶化了同中国的关系之后 这变得尤其堵地 法国人认为 戴高乐主义融入了他们的骨髓里 而戴高乐主义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战略自主 法国一直视自己为大国 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非常骄傲 尽管法国的GDP如今已经位于世界第七 但与德国比起来 他是安理会常任历史国 他是核大国 与英国比起来 他又是欧盟成员国和欧盟主导者之一 马克龙是欧盟里最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领导人 不久前他喊出欧洲永远不是美国的附庸 可谓阵龙发聩 他还强调欧洲应当成为美中之间的第三级 称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所谓紧张局势 不是欧洲人的危机 欧洲更重要的任务是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 法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 但他的印太战略与美国的不同 并非强调对抗 而是将中国视为在该地区的合作对象 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 战略自主既包括政治安全上的 也包括经济上的政治和安全涉及的是美国和俄罗斯 经济上的战略自主同时针对了美国和中国 但是法国与美国是控制和反控制 收割和反收割的关系 同中国则主要是竞争中的利益博弈问题 过去法国利用俄罗斯牌同美国周旋 俄乌战争爆发后 法国与俄罗斯撕破连 他现在更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平衡美国的压力和野心 只要法国和欧洲不想做美国的附庸 与中国保持强劲的关系 就是巴黎的不二选择 仔细看法中经济关系会觉得挺复杂的 但他的逻辑框架相对单纯 两国经济摩擦基本是旧经济 说经济几乎不存在美国对华经济压制的那种地缘政治企图 欧盟在冯德莱恩的推动下宣布要对中国去风险化 中国坚决反对 原来的含义呢 包括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领域 后来呢 经过马克龙参与修正将去风险化限定在了经济安全领域 后来呢 又进一步限定在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四个具体领域 缩小了双方争议 去年底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呢 发起反补贴调查 原因是欧洲的电动汽车打不过中国物美价廉的电车 中国于今年一月份呢 对从欧盟进口的白兰地也开展了调查 总体看啊 中法合作是两国经济关系绝对的主导面 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呢 就是中法合资的 对空客来说 中国是全球的最大买家之一 中美关系紧张之后 加上波音总出事 空客增加了对中国市场的期待 目前呢 约有2100家法国企业在中国投资 去年前三季度 法国对华投资领跑所有外国投资 增幅呢 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七 另外 中国对法投资近年呢 不断增加 马克龙现在呢 他非常希望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去法国开设工厂 听了上面的分析啊 我相信大家呢 就会看透一些表象 对中法关系呢 有更充分的信心 同时呢 要指出 法国对中国同样很重要 他是西方大国啊 欧盟主导者之一 巩固中法关系 欧洲的事情呢 就摆平了很大一部分 加上中德强劲的经济关系 中欧实质关系就更加牢固了 中法关系呢 当然既丰富也复杂 但作为两个相互距离遥远的文明大国 双方的交往呢 无疑是积极 很具动能和潜力的 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呢 应当说大于竞争 战略上呢 有彼此良性借助的空间 因此呢 双方的相互需要不断增加 进一步促进中法关系 是两国共同利益之所在 接着